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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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以及遗物的目关上面来一一的覆盖五星红旗 并且向志愿军烈士们鞠躬致敬 接下来呢中方的礼兵呢将会护送着这一批 在韩中国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登上中国空军的专机 圣干岭黄继光 这些名字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呢都耳熟能详 而这些英雄们的故事也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要珍惜爱好和平 在两架护航战斗机的护卫下 一二七六运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 首先登机的是海关检疫人员 登机办理相关手续后 礼兵正式登机整理棺果 护送遗骸的礼兵在专机上整理棺果的同时 现场的持枪礼兵也开始就位 准备举行迎接仪式 参加迎接仪式的有各界代表 还有志愿军烈士亲属 怀抱关国的礼兵下机列队 全体脱帽肃立三居功 根据安排 关国将会运网沈阳烈士陵园 明天上午在那里将会为英雄举行安葬仪式 此次韩方向中方 供送还十具烈士遗骸和145件相关遗物 遗骸及遗物为2018年3月至11月 在包括铁园 连川 华川 非军事区等在内的七个地点发掘 六十多年 七身一国 祖国一直惦念您 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亲人一直呼唤您 几年来 在退役军人事务部 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帮助下 已经为很多英烈寻找到了后代和家人 今年又向全社会征集24位英烈的亲人信息 助力英雄会嫁 在这24位英烈中有三位是吉林人 陈曾吉 男吉林研吉人 1930年5月出生 1950年牺牲 金玉明男 吉林梅河口人 1927年生 1951年1月牺牲 生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42军 126师 375团 三营九连副牌长 郑东春 男吉林龙井人 1929年5月出生 1950年牺牲 那现在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陈曾吉和郑东春烈士的亲人 都被找到了 魂席归来 英烈安息 4月1号 在延边州白金乡白金村 找到了烈士郑东春的亲人和后代 同一天又寻找到了 陈曾吉 烈士二帝的遗孀 以及三帝 四帝的县局驻地 英雄魂归故里 君与明英烈的亲人信息 您了解吗 如果您有相关的线索 可以登陆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官方网站 也可以将为英雄寻找亲人的消息传递下去 我们一同助力英雄回家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不忘初心方能笃定前行 我们追思英雄缅怀先烈 英雄精神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 永垂使策 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伴随总书记的声声回响 共同向那些闪亮的名字致敬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 自知者英 自胜者雄 我们要牢记 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做出贡献的前辈们 深切怀念 为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深切怀念 近代以来 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而顽强奋斗的所有人人之事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 此时此刻 我特别要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 天上多了颗男人东心 全军英雾卦象里 多了林俊德和张超两个人 我们要记住首岛卫国 三十二年的狼记财献 为保护试验平台 挺身而出 壮烈牺牲的黄群 宋岳才 江开宾 以及其他为国为民捐躯的英主 一切民族英雄 都是中华民族的积粮 他们的事迹和精神 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 丰功伟绩 永垂始策 他们的崇高精神 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继续搜天下市看最新闻 长城市文化广场是市民饭后溜弯的好地方 广场歌也深受市民喜爱 前两天有媒体报道了这个歌社被搬家的事 文化广场的守望者白歌们到底何去何从 一直是大家担心的事情 那么这件事有了哪些新的进展 来了解一下 4月1号上午9点钟 记者赶到长春市文化广场 歌社已经被推倒了 在旁边堆放着大量的鸽子龙 现场有些杂乱 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3月29号 他们接到长春市文化广场 绿化管理处责令限期签出通知 3月31号 歌社正式被拆除 由于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千余只鸽子无法全部处理 而且歌社工作人员认为 广场歌作为文化广场的特色景观 应该急于保留 歌社拆除后 很多人都在询问 歌社还会重建吗 歌子们的新家在哪 带着这些疑问 4月1号中午 记者再次来到了长春市文化广场 绿化管理处 利用现在的歌社房屋进行了一下改建 以后的话 将来聘请专业技术运员 进行养殖广场歌 然后的话 继续延续广场的风景线 96年咱们建广场之初 就已经有误解构的歌社 现在就是说已经20多年了 已经破烂不堪 比较影响这个广场的整体景观 然后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没办理这个建设的一个手续 它属于这个伪装这个建筑 以法的话 对它这个歌社进行了拆除 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进行了围挡 改建的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我姑娘她就很喜欢来喂喂鸽子 很多小朋友都喜欢 我觉得和平鸽 真是给人一种心情细合的那种感觉 老百姓一听到 这个可能也很高兴的 原来就以为是猜了 就说要直立记 说什么都有 我也不太知道这事情 从今还是很好 也希望相关工作人员 可以尽快完成歌子社的建设 让白鸽重新飞在文化广场的上空 也让这一城市明天 更加规范化地延续下去 文化广场上的白鸽 可以说是一代长春人的独家记忆 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 还有一种承载着童年记忆的象征 那就是连环画 《红楼梦》 《风神榜》 《临海雪原》 《朱元璋传》 《三百余册连环画》 4月1号亮相吉林长春 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怀旧 快来看看 有没有你小时候最钟爱的那本 连环画继小人书 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 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当天在长春市图书馆 以连环画的百年发展历史为主线 三百余册连环画配合图文并茂的展板 讲述着中国连环画的百年辉煌历程 记者看到 从中国四大名著到人物传记神话故事 此番与市民见面的连环画 涉及内容非常广泛 中国连环画不仅有名著 文学 历史 它还有红色经典 国学启蒙等等题材 这样也增加他们深刻感受 连环画这一惊有不惜 吹人非尽的艺术魅力 记者了解到 此次展出的连环画作品 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那个时代 也是连环画飞速发展的时期 长城市民华凯说 这里的大部分连环画他都看过 甚至有几本 还是他儿时的珍藏 特别有感触的就是 这里面摆的几本老的连环画 有几本是我小时候就曾经买过的 当时看过的 但是学着岁月的流失 当时那些连环画都扔了 或者是处理了 今天一看到 反复感觉就是一种时光道流的感觉 今年21岁的李子超 是第一次认真看连环画 他说 这次看到的连环画和他印象中不太一样 希望下次能带同学来看一看 没怎么看过连环画 但是今天来看这个展览 然后跟我印象当中的小人书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来还看到了很多红色经典 国序文化之类的 还是收获挺多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带着室友他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展览 据了解 这些连环画作品将一直免费展览至6月份 再来带您看一家特殊的超市 长春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家 不要钱的超市 全是学生自营 来到这买东西的 都是受学校资助的学生 学校每个月会资助他们80枚爱心币 就可以直接在爱心超市里 兑换一些生活必需品 是不是很暖心呢 在这个爱心超市呢 它消费是不用花钱的 学校特地给的爱心币 然后让我们在这小会 东西都是挺便宜的 每次来这个爱心超市的时候呢 就觉得都挺暖心的 超市里面的东西 是以爱心币来几下 一名大三的受资助学生 我和我的30个同学 一起在这里管理爱心超市 其中我们大部分都是 受资助的学生 爱心超市每周开两次 分别是周三和周六 而来爱心超市的同学 都是受资助的同学 现在一共有30多种货 然后平均每个月资助 大家的金币 可以达到2万左右 爱心超市都是由我们自己来管理的 包括爱心超市的受资助系统 也是由自主来进行研发 学校每年会拨款10到12万 来投入爱心超市的运营中 学校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把爱心拨散全校 所有受资助的同学 今天我用爱心币 丢下来一个台湾杯 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这个爱心超市 给我们受资助学生 带着很大的帮助 每次来都感觉暖暖的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 想必大家也都按捺不住一颗 想要出去浪的心了 那距离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 今天我们就十分贴心地 为您奉上一份购票指南 敲黑版画终点 想去看试园会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距离北京试园会开幕 不到一个月了 要去畅游 先收好这份票务小指南 问题在哪里可以买票呢 主办方建立了三种票务销售渠道 即线上代理商 加自营渠道加旅行社 其中自营渠道主要包含 北京试园会官网 北京试园会官方微信 北京试园会官方APP 和现场窗口售票 重要提示 试园会票务实行全程预约 线上购票和团队预定 均需提前预约入园日期 购票后入园无需换票 刷身份证 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问题二 票种有哪些 北京试园会分为平日票 指定日票 三次票和全程票 按销售对象 分为普通票 优惠票 团队票 能够享受优惠票的人群是 参集人士 老年人 儿童 学生和中国现役军人 团队票分为普通团队票 和学生团队票 分别面向旅行社 和教育机构销售 问题三 也是最多人关心的就是 票价多少 平日普通票120元 指定日普通票160元 三次普通票300元 全程普通票500元 此外 平日优惠票80元 指定日优惠票100元 想要带孩子出游的朋友们注意 对身高1米3及以下 或6周岁以下儿童免票 春光正好 小伙伴们 约起来吧 天气暖了 出游的人多了 一些不文明现象也显现出来 近日北京各公园出现 挖野菜大军的身影 大片的二月兰被掐尖 蒲公英 木须牙 季菜等野菜也都难逃一劫 那么在公园里能挖野菜吗 挖到的野菜又真的能吃吗 来看记者的调查 早春时节 很多植物还没有露头 耐寒的二月兰 成了主要采挖对象 记者走访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和东坝郊野公园发现 大片的二月兰被掐尖 公园工作人员表示 原方不支持挖野菜 公共卫生间贴着 禁止采挖洗野菜的公告 除了设置警示牌 也有车辆和工作人员巡逻 制止游客挖野菜等行为 工作人员还表示 不建议游客食用公园野菜 因为浇灌这些野菜 用的是绿化中水 中水是由生活污水 和工业废水回收处理而来 根本达不到饮用标准 有农艺专家表示 少数野菜种类含微毒 需要经过特殊加工后 才可食用 而且路边的野菜 也会受到树木灭虫农药的喷洒 含有重金属污染的风险 不建议采挖食用 在这儿也要提醒您 如果想要品尝野菜 还是建议在超市或者市场购买 农药残留等 都经过监管部门初检把关 能包水饺的祭菜 蘸酱吃的苦菜 泡茶喝的蒲公英 每样都是长辈们的心头好 炸难还寒的春天 去野外挖野菜 也是他们的童年回忆 但是城市绿地的公共空间 与无主之地的野外 不能相提并论 公园是公众游玩 休息锻炼身体的公共绿地 不管是二月兰等观赏植物 还是蒲公英等野菜野草 工人欣赏美化环境 才是他们存在的最本质意义 就如报道当中所言 挖野菜大军无视警示牌提示 不顾工作人员劝阻 不顾时间地点 在公园挖野菜的行为 不仅破坏了公共空间的秩序 与公众的利益和权利而言 也是一种侵害 去公园挖野菜事儿虽小 背后却暴露出公共空间 观念缺乏的大问题 在此预警下 在公园加强管理 对挖野菜大军 挖野菜加以警示外 维护公共空间的秩序 输出得体的公共行为 比乡愁 回忆和养生 更值得我们珍视传播和建立 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好 先说到这儿 更多资讯 一起来360度 秒读天下 长春站2019年清明小长假 旅客运输组织工作 从4月4号开始 至4月7号结束 预计发送旅客50万人次 长春站加开吉林 松园 白城 延吉西 榆树 大连 通辽 北京方向林克23列 另外青岛 上海虹桥 丹东 浑春 乌兰浩特等方向 12列车组重年运行 具体加开林克 以及车子变化 以铁路12306网站为准 4月2号省安委办 启动新一轮安全生产 督查检查工作 将派出6个暗房组 陆续赴全省各地开展检查 本次督查检查 将持续至5月10号结束 省安委办以危险化学品 煤矿 非煤矿山 道路交通 建筑施工 消防等行业领域为重点 进行督查检查 由中国科学家牵头 联合国内外58家水稻研究机构 实施的最大国际农业科技浮宾项目 绿色超级道项目 自2008年启动以来 高校培育出一大批高产 多抗绿色超级道新品种 累计在亚非18国 推广新品种78个 612万公顷 使160万农户收入显著增加 截至目前 全国90所自主招生院校 已有80多所公布了 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简章 跟去年相比 今年高校自主招生报名门槛提高 涉及专业减少 不少学校降分优惠收窄 自主招生政策整体收紧 昨晚 故宫博物院在前清宫广场 举行公益拍卖活动 对一对天灯 一对万寿灯 和五对宫灯的复原品进行拍卖 其中 一对天灯的复原品 现场派出1060万元 故宫博物院介绍 所得善款 全部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 教育和文化等事业 视线转向国际 美国计划在2033年 将宇航员送上火星 并在火星上生存两年 原因是地球和火星 每26个月 处在太阳的同一侧 打开往返火星的发射窗口 这一时间 离美国航天局原计划 提前了4年 当地时间4月2号 委内瑞拉制限大会通过法令 决定取消议会主席 瓜伊多享有的 议员司法豁免权 并对其继续执行出国禁令 最高法院还认定 瓜伊多犯有蔑视法庭罪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全球约有1600万 五岁以下的孩子 患有严重急性营养不良 07年联合国提出了 治疗营养不良的神器 RUTF营养包 这个只有一百颗的营养包 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它为什么能成为 拯救孩子生命的大功臣 今天的光阴 带您见证 小小营养包换来的生命奇迹 这是一个患有严重急性 营养不良的孩子 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他们往往嘻笑鼓励 虚弱不堪 死神一直在他们身边有大 据联合国统计 全球范围内 五岁以下严重急性 营养不良的孩子 有1600万 营养不良是如何判定的 除了基础的身高 体重测量 有一枚直手环 也是联合国用来判定 营养不良的必备工具 直手环用来测量儿童的上笔围 如果一个孩子的笔围测量值 在红色区域说明它极度缺乏营养 营养不良不止意味着机场碌碌 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中 45%与营养不足相关 有什么办法能治疗严重急性营养不良 2007年联合国提出了治疗严重营养不良的神器 RUTF营养包 它以花生酱为基底 加入了牛奶 糖 复合维生素和微量矿物质 别小看这个只有100克的营养包 它可解决了不少问题 不需要烹饪或加水 也无需冷藏 即可食用 同时它的制作工艺也很简单 能实现就地生产和使用 省去了运输和储存的麻烦 2014年 西非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许多孩子的生命被这场瘟疫夺走 来自塞拉利昂的纳奥米幸存了下来 但它却受到了严重营养不良的威胁 奄奄一息 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在埃博拉病毒爆发后 向受到冲击的儿童提供了救助 卫生工作者诊断出纳奥米的症状 并将它转移到一家社区医院 在那里 它及时接受了RUTF营养包的质量 仅仅几周 纳奥米就恢复了活力 RUTF营养包 是目前应对严重机性营养不良 最好的武器 过去的十年里 它挽救了很多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小生命 帮助数百万严重营养不良的婴幼儿 恢复了健康 那么中国有营养包吗 经过15年的研究 中国营养学家创造了专属营养包 这是一种补充型营养剂 没有RUTF营养包那样的治疗作用 它用豆粉代替了花生酱 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口味 它可以直接加入平时吃的粥或面条中 一包就能补充儿童所需的 65%以上的基本营养素 在汶川地震的救援和充建中 营养包也是了不起的大共产 在四川里县 北川县和茂县 超过6000名儿童接受了营养包治疗 18个月后 这些孩子中患有贫血的比例 由78.8%降至30.8% 中国营养包由此推广开来 在更多偏远村子出现 到2030年 消除一切形式的饥饿和营养不良 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 营养充足是儿童生存 健康和发展的基础 一代了不起的营养包 能激发孩子们活泼的天性 让他们健康长大 有机会去探寻五彩斑斓的世界 如果白天注定又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清明将至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您 选择更绿色文明环保的方式 寄托对故人的追思 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